我们说了阿帕奇的介绍以后 来看一下阿帕奇的特点 它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个 各位 阿帕奇支持我们的HTTP2版本的协议 2.0版本 HTTP是不是我们说过 有1.0 1.1 2.0 是不是 2.0是不是更加优秀 速度更快 是不是 你还记得吗 我们1.1和2.1 2.0的一个区别 第一个是多路附用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推送机制 是不是 第三个呢 是可以压缩我们的头 压缩机制 它可以 不然能压缩头 害得头 还能压缩body体 是不是 都能走压缩 带宽更节省 好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2.4 它呢 支持了HTTP2 它很是啊 各位 在这里边 支持号需要在哪个版本 2.4.17 知道了吧 2.4.17以后 我们讲是2.4.39 是不是绝对没有问题 是不是各位 那么在这里边 各位啊 你看 拥有简单 强有力的基于文件的配置过程 它就基于配置文件来做嘛 对吧 支持网通用的网关接口 支持CGI 也就是说呢 它呢 可以呢 通过我们的CGI扩展 CGI是什么呀 CGI呢 其实就是一个酒本 接口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Apaq 可以调用脚本 来扩充它的功能 你比如说 你能把系统的性能 显示到系统 那个网站上吗 不能 为什么呀 因为网站的语言 是没有办法操作系统的 但是你通过CGI就可以 然后呢 网站 给CGI 你比如说 给网站发了一个请求 说来 我想知道内存使用率 网站呢 就把这个请求给谁 给CGI CGI呢 就去找脚本 执行 得到内存使用率以后 CGI再给谁 给网站 网站再给你显示到页面上 这就是通用网站介统 CGI的作用 我们CGI 还有Fast的CGI 都是干这个活的 好 支持基于IP 域名 基于IP 基于域名 基于IP 基于域名 的虚拟主机 就基于IP域名 当然还支持端口 都支持 IP域名 虚拟主机有三种做法 IP域名端口 就这三种 我会讲虚拟主机的时候 细给大家说 支持多种HTTP方式的 HTTP认证 集成了PR模块 集成了代理服务器模块 支持实时监控服务器状态 和定制日制服务器 定制服务器日制的功能 也就是日制定制 它还带有什么 DESC模块 可以监控我们服务器的状态 支持SSI和支持SSL 这些安全的指令 提供用户绘画跟踪 支持Fast的CGI 我刚才说了 CGI网关接口 通用网关接口 Fast的CGI 通用网关接口的一个 CGI的一个升级板 支持三方的模块 Severlet Severlet 支持Java的 第14个跨平台 这就是我们阿帕奇的所有的特点 这些都是有点 都是有点特别好 那么看过特点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特性 2.4 2.4 第一个它增加了很多模块 第一个它增加了对我们的 以前的话 PSP 如果是想让阿帕奇发布PSP网站的话 PSP必须是模块 你没有办法是一个服务 也就是说用户把请求给阿帕奇 阿帕奇把请求再去找模块 PSP 然后把PSP叫起来以后 能让PSP处理 PSP处理完给阿帕奇 阿帕奇再给用户 那在这个过程中 阿帕奇是模块属于一种 待命 是一种什么 休眠状态 你每次都要去叫醒 需要浪费时间 如果是服务的话 是待命状态 你直接去给它就行 它有点等着处理 一个是休眠状态 一个是待命状态 是不是不一样 对吧 这是Fast的CGI 一个代理功能 然后我在讲Lump的时候 细说 支持基于用户的贷款 还记得吗 我们在安装 那个阿帕奇的时候 有个Remote IP 我说过 是不是基于用户IP 去过滤 去限制 对不对 可以过滤客户端 客户机的请求 可以匹配客户端的IP Remote IP是这个 这个是基于用户限制贷款 每个用户可以 限制你多少贷款 限速的问题 好 那么这是新增的模块 这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些模块 都是基于安全 优化使用的 还提供了一些新功新特性 第一个 我们2.4 event event 这个模块 是正式使用了 因为在2.2的时候 event还是实验阶段 支持什么 支持在运行时更改 我们的NPM 也就是说的动态 的NPM 完善了event模式 支持自定义变量 支持基于FQDN虚拟主机 不再使用这个NAMES Wordhost的指令 也就是说以前基于域名的时候 域名要配置虚拟主机的时候 你首先要开启这个NAMES Wordhost的这个指令 现在不用了 不用了 也就是不用管这个 这条指令删了 增强版的表达式分析器 支持一部读写 支持最牛的 支持毫秒级的 长连接 以前长连接都是基于秒 那么现在的话 都知道 我想一秒钟内 就让用户看到网站 我在长连接 按秒的话 是不是已经太长了时间 我们可以支持毫秒 支持毫秒 我们再讲长连接 的时候给大家细说 这就是它的新特性 主要集中在什么 event的完善 然后增强的表达式 一部读写 和毫秒级的长连接 就是这几个特性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新增 这种模块 主要是Fuzz的CJR支持 这是非常伟大的 还有对用户的限速 限速这块 然后对用户的管理这块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 Apache的新特性 好 那么妥了 那么Apache的介绍 我跟大家说这么多 大家都知道 Apache是一个 web服务器软件 大家知道 web服务器软件 就是通过HTTP协议 可以将网站 发布到网络中 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 使用HTTP协议 加育名的方式来访问 是不是 Apache的特点 是不是我跟大家说 14个特点 对吧 大家想 然后随着不断的学习 来巩固 然后加深这个印象 好 我们说了 最新版本是2.4 对不对 2.4更新了很多很多东西 比2.2强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讲的那也是 2.4的最新版本 好 那么妥了 那么我们的介绍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 就到这 顺便祝您学习愉快 好了